她好厉害呀 居然这么抱二喜 有戏呀 快快 挂了 挂了 要不要把二喜抢回来呀 你是不是有点傻 你难道感受不到 二喜跟曹光之间那种 粉嘟嘟的氛围吗 这是爱情萌芽的经典桥段 这是我最好的朋友 你还没谈过恋爱你 有吗 抱歉 我带走教育一下 他们这样真的没问题吗 放心 应该不会造成校园共务所散 我才没有担心校园的公务 肖奈师兄 你怎么有空 看我们拍毕业照啊 你不是在做访谈吗 师妹对师兄的事情 了解得很清楚 连我做访谈都知道 我也就看了五六七八分钟吧 加起来二十六分钟 所以看到重点了 我什么时候 答应做你未婚妻了 你说呢 你好 请问你是肖奈师兄吗 我是你的粉丝 我是新妻女的专属玩家 我想要你的签名可以吗 我的签名大概没有什么意义 不过谢谢你支持我们的游戏 我会一直支持下去的 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们俩了 师兄 拜拜 走了 未婚夫 帮我拿行李去小林家 柯柯 我什么时候答应当你的婚婚夫 大家都这么熟了 帮你拿个行李应该没问题 好好好 毕业了我们四个还是住在一起 就是把宿舍变成了小林家 感觉都没什么毕业情绪了 而且工作的地方又离得这么近 你们住小灵家 大中没意见 她为什么有意见 上车 大中没意见 我有意见 我被子还有枕头什么的 都搬去小灵那儿了 用我的 可你就一个枕头 够用 经常睡沙发会得颈椎病的 谁说我要睡沙发 你说过的 他会知道 我不会 你什么时候让我毕业 毕业什么 你不是让我在自动控制系 你修了两年了吗 自动控制系 自控 你修了两年了吗 安静点 不许乱动 后连毕业典礼结束 我们一起去武汉 开车过去 开车 为什么呀 武汉那么远 再说了 我也不回武汉工作了 不容把别人训练 而且 也没什么行李了 你在那边长大 总有一些东西需要搬过来 开车方便点 所以 离开车回去 不是为了 方便搬东西过去 而是搬东西回来 你 薇薇 我彻底不打算把你 还给你的父母了 你对我多么重要 你对我多么重要 老费 老费 他们就快到了 你到小区门口去营一下 有什么好赢的呀 不是薇薇带她来嘛 又走不丢 女婿第一次上门 你这副鬼样子给谁看啊 还女婿 女婿 我答应她 我没答应就不是女婿 你说薇薇这丫头也是 刚一毕业 就跟家里说要结婚 你说就凭她那模样 她那条件 你家里找什么样的没有 这招了哪门子急结婚呢 真是妻子 我跟你说啊 关于咱未来的女婿呢 我是想好了一整套的考察方案 有一向不合格 对婚就不能结 你别到时候跟那瞎搅我 坏了我大事啊 你啊 就看你的球赛吧 我才不执行你的什么鬼方案呢 这个女婿的照片啊 我看过了 十分的满意 照片呀 我告诉你啊 你可千万别给人气饱了 要不然下半辈子你自己过去吧 你要不去接啊 我去接 喂 喂 你找女婿看照片有什么用啊 我这人长得好看当饭吃啊 我这人长得好看当饭吃啊 我这人长得好看当饭吃啊